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以美股的部分 其实这个地方 等不过这个地方在上礼拜五 因为上礼拜五三 礼拜三的时候就已经拉回 幅度比较深一点点 之前我们规划说 因为这是一个一掌蓝点的结构 一个出生段一拉回来二 然后第三段 第三段这个因为它拉回幅度过深 它也不会扩延 那就是三段结束 对不对 那有没有机会走第五段 因为之前也跟你谈到说 其实我们也一直有担心说 因为它第三段出去 拉回来幅度稍大 反弹 反弹 如果只是三段的话 反弹它结束 因为它这个最后一段下刹是在这里 那反弹三段式的如果结束 接下来这个整理的话 时间就会拉很长很长 其实大概在今天还没刹下以前 大概其实也有这个心理准备 也就是说这个脉动 它从低点13928上来 13928上来 很有可能就它只有三段式的反弹 三段式的反弹 好 这是三段式的反弹的话 你接下来 这等于三段式的反弹 这是一个小A波 针对这一段下跌一段 它是一个三段式的反弹 你接下来这个小B波 我讲的是那个小B波 那个时间就要拉很长整理 那其实这未尝不是一件坏事 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这种结构 如果这个结构 我说它一直反复的震荡 其实只是提供更好的一些买点 更好的机会 让你操作而已 因为我说这一段重点不是在分析 是在操作 那整个之前规划的大密波结构 有没有改变 虽然说今天重挫400多 整个就变了 我个人认为也是主张 应该是还没有改变 也就是说它是在这个地方 一样在那边震荡 多震荡 多震荡 从起货来看 从起货来看 起货的是7月7号建低点13832 那这个低点我们认为它是有效的 好有效以后 结果它13832谈了1600点 13832 我们就直接看今天的 8月29号 13832一路谈了 谈了1600点 1600多点 最高是15461 这13832 15461 这超过1600点 好 那因为反弹的结构 它是有三段 或是有时候有机会走五段 可是因为前几天 那个一拉回来那种结构 第一个也不太可能出现扩炎了 那第二个 因为它的幅度比较 大会幅度比较深 其实很有可能就反弹三段 站高一个段落 那站高一个段落 接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我认为也不会是崩跌 它就是变成是这样 这是最后一段下跌 这次最后一段下跌 从1675到1383 这一段跌完 针对这一段 它是一个三段式的反弹 那你接下来可能要做一个 这个小V波 针对这一段的 小V波结束 小V波结束 可能会在这边很复杂的 拉来回回 会更复杂 会更复杂 那整体来看 它就是一个类似 类似一个小V波 去测低点的一个架构 类似 可是因为它这种 刚发展出来 你要马上去测其实也有相当的难度 它会在那边混来混去 所以这段的结构会比较扑朔迷离 扑朔迷离 那一个原则 特别一个原则 一样 你不要过路去追高杀低 都不必 高空低谱的结构会比较漂亮 操作策略高空低谱 那它 我们来看它这个怎么下来 特别你看这算得好 这个已经反弹结束 现在这只是微波 这微波会更够杂 特别是日线 特别是日线 这个微波会更够杂 好 这微波会更够杂 那我们看从微波这种15461开始下来 你现在重点 这个是期货 特别是大盘结构也一样 16811 这最后一段下跌一段结束 它是三段式的 它是三段式的 特别是三段式的很重要 因为今天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关键 我会稍微把大盘跟稍微讲 我说这个三段式的很重要 它没办法推五段式 如果说它能够推一个五段式的上去的话 那就会比较怎么样 这拉回来就会比较没有那么深了 然后可能震荡会在一个区间 可是比较 现在下跌结束 它是有三段式的反弹 所以这个微波 或许会测得比较低 可是这个会比较复杂 这个微波的结构 现在在走这个小微波 可是这个是日线 这个是时间台有的走 有的走 那整个期货跟大盘 它的结构是一样的 都一模一样 它的结构位阶都一样 好 那我们就看期货的部分 期货部分 现在这一段这个微波 大概从Apple结束15461开始 现在开始正在发展 现在今天追到来14762 14762 那我们看它15分钟现在长这样 它从15461下来 它先跌了一小段 然后弹回来 然后这边 之前这边有一组 我们很明显 那边有一组结束 然后又弹了 又弹了类似一个三段上来 弹了一个三段上来 它今天直接跳下来14762 这个结构 它现在都正在运行这个微波 在运行这个微波的话 这个结构比较 我们讲坦白话 会比较麻烦一点点 会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微波那种架构 来来回回政党 而且常常都有时候 都只有走三段式的 这只有三段 你譬如说好你这一段 你这个一段然后弹回来 那这边虽然说五小段 它是一组 你等于类似也三组 又弹上去 弹上去这边又下来 然后你如果说好 从这个是一个做一个小头 然后这边有一组结束弹回来 你弹回来说 一个推动往下 然后弹回来也太高 也不对 这一五三一八 从这个地方一个推动一二 这个也不对 都不对 所以这种结构 当然我们就我们的理论架构 来分析 这种整个结构 头部这整个结构 类似就是 它那种小VPOR的架构 会比较复杂 会比较复杂 那比较复杂以后 比如说现在刚开始走 还没有一个小区间出来 你如果说一个小区间出来 大概就会比较容易抓到说 相对高相对低 相对高相对低 好那现阶段才正在发展 我们讲这个小VPOR正在发展 好 那你现在给我们的一个讯息 大概可以判断说 类似像这种三段的 那你这个三段的 你弹回去哪 你这个结构就 因为它这个地方下来 它不是一个推动 不是一个一二三四五 不是 你这个是一个 是一个三段式的弹回来 然后比如说 如果有来个三段式 当然你又要反弹了 所以这个比较复杂一点点 那我们会比较怎么样 转向短线来应对 而且现在这个结构 也只能短线来应对 也只能短线来应对 它会比较没有出现明朗化的一个 譬如说五段的推升很漂亮 推完以后三段式的反弹 然后再一个推升很漂亮 没有 可是你给他注意看 你接下来 这个是大盘的 我们从小时线来看 这三段式已经结束了 那他现在这个VPOR 你注意看这个VPOR的发展 你注意看 你说这边一个推动下来 然后弹回来二 然后杀下来 那是不是整理这个又有一个 没有 它不会这种结构 类似它就是一个 我们讲那年轻就是乱走一通 乱走一通 可是这个乱走一通 你会发现说 每次你会发现有些指标 已经转到最极致要往下弯 它又又敲上来 又有整个又感觉 又整个又利落 又要往上冲 它又转下来 它就是一个怎么样 区间震荡 可是这个区间震荡 是一个小迷波 它会区间震荡会震荡震荡 然后会慢慢的震荡整理怎么样 往下 这是重点 这个B波的重点是 它会这边震荡震荡来来回回 可是现在震荡震荡整理 是现阶段短线的部分 它是在震荡整理往下 小B波的结构 这个是它会震荡震荡 可是这个是震荡震荡整理往下 你看这个结构 这三段是往上A波 那现在这个小B波 小B波它 我说它那种结构比较难说 这一段推完然后来一段 可是你会发现它整体 整理它是一个震荡整理 慢慢是在往下发展 慢慢是在往下发展 那这个小B波做完 那应该还是要往上做一个小西波 那也就是说 其实像这样一个震荡整理往下的话 各部分其实我们还是会坚持 积极去找股票来全力做多 积极去找股票来全力做多 那选择权的部分 在这个脉动会比较难操作 我们讲坦白话 棋子的部分还OK 棋子部分它一个区间一个区间 那一个区间 比如说你说震荡整理往下 一个斜的往下 那一样它会有高低 这个来来回回区间操作 没有问题 目前的结构 大概你把它看成这样 也不要因为说 哇今天一个重挫 整个好像全都 全部都偏转空了 没有 因为这个重挫下来 其实我们在上礼拜也有预期到说 如果说它这边只有走三段的话 只有走三段 而且它这个一拉回来的幅度 其实已经又有点预告说 大概可能只有走三段 所以我们其实就有一些 都有一点心理准备 它大概只有走三段反弹式的 那接下来你就是 因为有一个V4 再来慢慢的 时间整理会拉很长 会拉很长 这上礼拜我跟你谈到的 我跟你谈到的 好 那这样的结构呢 头发这个结构你先把它理清 一样 个股的部分 个股的部分 你当然要更精简 头发这个个股的部分 你再得 当然今天比较大部分的是 全面性的比较下跌 对不对 可是明天开始又开始 党长跌了又分歧了 又分歧了 所以个股选择在这一段更行重要 那个股你当然要更精简 头发要更精简 在这个卖动 在这个卖动 一样权力找股票还做多 权力找股票还做多 你说我说越震荡 其实越提供更多的一个机会 越提供更多的一个机会 好 那选择权这个部分 头发这个资金控管当然很重要 少拿一张图没有关系 这选择权这个部分 这个上次我们这个56点买的这个 三天也是294 这个也都不错 然后这个是33点买的 这三个交易日也到7倍 也到7倍 选择权我们很少出手 8月份的也有做一次 这个是我们锁定那时候15300 51也做到161 好 那现在9月份 现在面临到刚好 它已经没有第五波往上走 那现在变成一个 类似一个V4震荡的话 其实它可能如果要操作 会只能更短线 或是说你一定要等人等到 譬如说一个相对很低的地方 那你逆势往上做 或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的地方 逆势往下做 现阶段 现阶段这个小V4 可能会运行时间会稍微拉长 会稍微拉长 以目前的盘式提供给我们的讯息 大概是长这个样子 那你先把它理清 先把它理清以后怎么样 其实就不用担心 就怎么就很清楚怎么来应对进退 好不要因为说一个人杀 哇一个重错整个就搞乱了 没有必要这样 因为它结构还 我认为是还OK 好是还OK 我说它顶多就是它三段式的反弹 那接下来就是在持续在震荡 持续在震荡 那我说你越震荡呢 其实提供越好的机会 可是你第一个下来 当然很多个股你会发现很恐慌 可是恐慌以后 恐慌之后明天开始 明天开始 很多个股就已经拉回来 很漂亮的买点 你就要注意了 好不然你就要注意了 我说越震荡越提供好的机会 那第一天下来你可能会很恐慌 当然先不要动作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可是明天开始又很多好股票 又是好的买点又出现了 又好的买点出现 这都一直循环一直循环 所以我之前一直在跟你谈到说 我这个大B4的操作 你都不用过度去追高 也不用担心它跑掉 不会 它都还是会回来让你上车 可是你一旦追高之后 你接下来拉回来的 可能第一个也许没有钱再买了 或许套牢就紧张了 你也不敢下面再加码了 有时候也没钱加码 可是我说你如果不要太过度追高 你下来下来 其实提供更好的买点 我说它震荡是好事 很多提供更好的机会上车 提供更好的机会上 好来我们谈各贡股的部分 那这辆股票当然上礼拜五 这相对强 上礼拜很强 国五八的红保 那这我们六月九二就开始一直炒作 那时候我说这主成段第三段往上走 五十几块那时候到七十点六 出一次拉回来 这个拉完我们都占买方 我说你不要过度追高 拉回来占买方 占买方以后都还可以赚钱 赚钱以后出 出了以后一样 再震荡震荡又买 又买又买多少 又买五四点四 五四点四最高就冲到七十二 七十二我们还舍不得卖 拉回来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一个关键 那如果往上冲的话 它果然又到六六点六 六六点六你看又涨停 又六九八 然后七十二涨停 涨停就恭喜 恭喜以后 你二再来一个涨停 七十九点二又恭喜 恭喜以后 这是八月二十五号 礼拜四 恭喜亮灯 二十六号又开得很高 我们一大早就把八十五块 把它活力除清 出得很漂亮 这成本五四点四的这一笔 八十五出一 这个现股有五十六% 落袋以后 头发这落袋以后 卖得很漂亮 上礼拜五如果你有印象 它冲了几乎快涨停 最高到八十五点六 我们这个大概 八十五块吧 不是最高到八十六点一 八十六点一 我们八十五块出清 出完它一直 跌下来这个地方 我们七十七又买 头发这个地方上礼拜五 来这个七七买的 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大早八十五块卖掉 然后红保五二五八 试价再买回一半 有没有试价 那一点十八分 一点十八分在这个地方 一点十八分 这个是一点十八分 大概在这一点二十买 一点十八分收call讯 大概七七块左右 七七块左右 其实也快收盘了 一点十八分我们又买 七七块 七七块又把它买回来 买回一半 买回以后它其实收盘是七七点五 当天 七七点五 好 那这买完以后 这上礼拜五 那今天 哇今天大盘重挫 今天八二十九重挫 重挫你看它开个小地 一路往上拉到这个地方 八二九又涨得快七八 头发这个相对强 八二九又涨得快七八 可是因为形势比很强 今天大盘不优 我们还是逢高 又把它获利 还是一样又可以获利出清 那出清以后它后来又下来 后来结论是又收回下来 这一段多涨 我们也是逢高的把它挡掉 把比如说上礼拜五 八十五块出清了 拉回来七七块重新买 对不对 又买回 买回以后今天是这样 一路一样又把它出掉 出掉以后它又下来 所以这个操作是还不错 那现在这个结构五二五八红包 来 这个结构 现在这一段类似有点推出去 推出去 那推出去以后它 这个结构明显这一段 细微波是推完 推完以后它整理 推完它整理 所以你看像它上礼拜有建高拉回来 因为它当天拉得很深 我们就赶进场 进场以后它今天又往上走 你还是要先出一次 因为它可能一个小A小B又一个小C下来 好 那这个小C下来就决定了 有没有机会 比较波段又开始 我们操作这两次都是比较短线的 没有不是这两次 上面54点4上来当然是比较波段 54点4买上来那个很久了 这个很久了 54点4这边又买上来很久了 那个也赚得不错 那出清完以后赶快想要再做一次 所以那个77又买 买了以后它现在上来还是可以出清 好那出清以后 现在先空手 先空手 因为大盘确实不是那么好 不是那么好 所以其实现阶段我们会更精简来操作 那这有没有机会 这个有没有机会 我们一直还是强调跟原来规划一样 我说这个是初生段 当初规划 这里是一个初生段 初生段上来第二波整理很久 好那这个第三波 第三波出来 我说它如果第四波结束 那现在就是第五波出去 如果是第五波出去 当然我们会特别谨慎 会特别谨慎 那有没有可能三自一嘛 拉三自二 那这三自三呢 一段两段三段四段这样往上发展 那这些有它走的一个特性 我们会去评估 你按着讯息来 那毕竟我们这个操作呢 确实是怎样 几乎到了我们都漂亮了 很漂亮了 八十五初清拉回来 当天用信息买了 今天早上又把它出清 出清它现在又下来吧 对不对 好那整个结构呢 这一段暂时推完 那进入一个整理 没有问题 小时线 这一段暂时推完进入一个整理 那整理以后 有没有机会再推 明后天的事情 好明后天的事情 这是5258的红包 整个结构其实也如同我们6月9号的规划 它确实也一路往上在发展 这个结构你仔细看 它也一路是往上在发展的 跟那个大盘是 它这个是往下在发展的是 不太一样的 不太一样的 我说这个选股是重点 你个股先选好 其实很多个股 我们那个方向运行的方向 都抓得很精准 完了之后怎么样 你不用去追高 每次拉回拉回 我们就注意它的买点 我大概跟你谈这些个股 其实我们都一直操作 操作很多次 也确实来应付现在的磐式结构 确实也相当不错 就算跌生的 跌生的变成底部转强的 也是一样 你也不要过度去追高 我们也有锁定几档 那你去 如果说前几天上礼拜 你去追高 那就不对了 那我们在那边等 比如说你中雷我们在等 对不对 比如说新唐也别在等 比如说6138的冒台也在等 对不对 对嘛 不要急 都不要急 那确实它都有拉回来 确实它都拉回来 而且拉回幅度还算大 拉回幅度还算大 结果有时候拉回幅度太大 反而你不敢上车 人很奇怪 哇 一只王上长你要上车 结果拉回幅度过大 便宜的要命 你反而不敢做 好 当然今天 你说去委员本人姓说 硬要去接 也没有那么必要 也不必那么勇敢 可是明天过后 就很重要 怎么就很重要 那至少你是这一股 你没有去追高 你是空手的 才有资格来说 他下来下来 我再找个什么点来买嘛 你如果去追高 那就没有资格了嘛 就套住了嘛 就套住了嘛 是重点在这个地方啊 不是重点啊 不是说拉回来 大家都有资格买 你上面要没有追高的人 你不要去追高的 你下来是一直很害怕的 而且还套 那等一下套到真的是跌很多 你就吓到就认赔出场了嘛 反而我们会觉得那个地方好 买点要进场 这一来也会差很多 所以我说这个阶段的结构 它重点不是在分析 在操作 在操作 好 好 这是五二五报红报 那也是完美的ending 那当然接下来 要不要做明后天的事情 明后天的事情 好 来 那这个3047的迅宗 等会儿这个 我今天讲的这些个股 都是比较 我认为它是 其实还是相对强势 还是相对强势的 当然我们有没有调节 有 上礼拜我们有没有调节 都调得到持股其实更精简了 有的剩一档 有的剩两档 有的手中一档都没有了 我们各级会员不同 对不对 不同 所以其实现阶段是已经很精简了 已经很精简精简 来 3047这个迅宗 我说这边有一个转折 那是斜率不太一样 所以其实这个结构 拉回我们还是占买方 占买方好 那天拉回不错 18块以下 他买了也跑到19.15 好 来 3047迅宗 我们看一下今天 今天有跟着拉回来 可是也还好 我说这个轨道 这个轨道我放大一点 这一个轨道 然后这边有一组 你看它也是来自一个横台 所以这个结构还是漂亮的 我认为这种架构 你看它就是在这边 这个结构还是漂亮的 3047的迅宗 3047的迅宗 等于你现阶段 今天大盘的重挫 你还是要去分辨 那个盘式结构 属于强势的是哪些个股 确实属于相对弱势的 是哪些个股 如果你手中有那些个股 当然建议你怎么样 调节换骨 调节换骨 换弹的结构是强势的 换弹的结构是强势的 好 来 这3047迅宗 来 那453536抽卡也是 这个结构我认为是强势 最高到179.5 然后休息4536 我讲快一点 这个结构也是相对强势的 我说这一组上来 这是一个初生段 那今天最短就结束了 没有扩原也没关系 这个整理整理还没结束 一样1234还是一样往上 还是往上发展 所以这个结构还是相对强势的 来 这4536的拓改 来 波罗威也是相对强势 60.6到40.45结束以后 连拉两根涨停 因为1PS单计两块钱 对不对 那是第三段 那出去以后它最高到652 可是那边站来站来都是假的 都假的 来 3163的波罗威也是一样 这一段 本来60.6下来结束 对不对 这一段然后整理 这一段又整理 你看它还是在这边 这个随时还是往上走 一样 这个结构都还是没有变 还是随时要往上发展 这都是属于相对强势的 都属于相对强势 好 那你说像这个 你说这个立端也是 等会儿这个立端来 6245立端 它今天除息3块钱 这个结构 我认为还OK 所以说老师这个 好像跌破 那这一组慢慢结束 它一个整理 这个都小整理 都还OK 6245的立端 6245立端好 那你说像这个 这立端我就不再赘述了 来保零负景 保零负景 我说这出去以后 大概不要过度最高 有没有 从这个地方连拉了几根 拉几根到1480 到154 157 到160 到160 1760 保零负景 有没有 我说如果等幅测距 你这个 当然这个地方要观察一下 不要过度最高 不要过度最高 有没有 来 4919的新唐 头部4919的新唐 4919的新唐 好 你看我说这个结束 拿一个AB 这个地方你看 你如果要注意 它又拉回来 有没有 这种结构都不用追高 可是拉回来 你要注意它的买点 6 我直接讲 6138的冒打也是 头部这前面有五段走完 前面有五段走完 好 一个A 你就是注意这个VPOR的压回 注意这个VPOR 其他不再追溯 我说这个结构有没有改变 没有变 头部那现在一个小VPOR 一个在那边震荡 打底提供更好的机会 好 这个认同理念的跟上脚步 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目前台股盘市 已经进入一涨难迭的架构 掌握大批波切入点 运达头部黄老师 只想跟您买在相对最低点 获利极大化 力气拨打02-2781-0909 2781-0909 目前台股盘市 已经进入一涨难迭的架构 掌握大批波切入点 运达头部黄老师 只想跟您买在相对最低点 获利极大化 力气拨打02-2781-0909 2781-0909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 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 避免出门 家里可以事先准备 三日份的食物饮用水 减硬的急救药品 盆栽小型家具等 要移进室内 也就是加强固定 一般发生灾情 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 进行撤离 准备好紧急避难包 等待还来临时 才不会手忙脚乱哦 提早做准备 台风来袭也能充容应对 好的 节目现场来 我说现在就算一个重挫 一样不改变 这整个大密波的结构 还是从这边启动 那比较短线的部分 它三段是反弹而已 所以接下来你要忍受一个 比较小密波的一个震荡整理 那可是这个震荡整理 越震荡越是提供更多的机会 你这个地方越是震荡 越是提供更多的机会 认同理念的更上脚步 来 祝大家操盘顺利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这些小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目前台股盘市 已经进入一涨难迭的架构 掌握大批波切入点 运达投顾黄老师 只想跟您买在相对最低点 获利极大化 力气拨打02-2781-0909 2781-0909 目前台股盘市 已经进入一涨难迭的架构 掌握大批波切入点 运达投顾黄老师 只想跟您买在相对最低点 获利极大化 力气拨打02-2781-0909 2781-0909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